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海飞扬 那么台北股市昨天重挫 但是今天呢 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呢 目前中午过后呢 刚刚最多涨到了94点 接近百点的一个反弹的格局 那你说这是反弹吗 其实我常常讲说 如果现在的修正格局 它就是一个沿着季线做上下区间 徘徊的格局的话 你不能够把它因为昨天跌间涨 就叫做反弹 那其实它还是没有脱离 在沿着季线上下区间的格局 它只是告诉你说 我就只是在这个格局沿着季线 我们把十字均线拿掉 你就简单的看季线就好 你会发现 那它就只是贴着季线 这边上去之后又下来 下来之后呢 我又上来 上来之后我现在要下来 下来之后呢 这两天可能又有机会再上去 所以你现在回头看 它就是在沿着季线走 所以你不能够说 这里跌下来了 所以这两天叫反弹 这不太公平 对多方是不太公平的 那你如果说 这边涨上去了 这两天下来 你如果说翻空了 走空了 直接崩盘 也不是嘛 对不对 昨天跌了两三百一点 怎么今天不下去了 除非你接下来呢 这个缺口都守不住 再下去 那基本上就脱离了 我们原先规划最好的走法 就是沿着季线先走一走 但目前为止 我们不会去这样假设嘛 因为基本上目前的走法 还是跟我们之前在16号讲的嘛 这一天16号 我们就先预告这个行情 你要稍微注意了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就是沿着季线 给它徘徊一段时间了 那我说那你说那徘徊时间 那什么时候有机会 做一个确认转强再攻 就是我昨天讲的 你就把十字均线放上来 重新收复十字均线 就有机会是确定 下一波要起涨了 那目前为止没有嘛 所以你就一样 就把它看待 这沿着季线 上下虚间就好 所以这个行情 其实你就不用 花太多时间去解释 它为什么昨天跌 今天可以涨 那你为什么不讲说 昨天跌之前呢 为什么涨 昨天为什么跌 没有必要去特别解释 如果你硬要解释 大家市场就跟你说 因为升息 因为如何如何 可是我也昨天就讲了 你升息 像问题 现在的修正 根本不是因为要升息 而是因为升息 会不会造成景气的衰退 你为了要压通膨 你是用升息的手段 那可是你最后牺牲的是 景气的成长复苏 那市场可能不买单 那可能就造成一个股市修正 对不对 所以不是升息与否 而造成股市修正与否 而是在于这个手段 会不会让景气衰退 那这个是市场目前 出现最大疑虑的地方 所以你要立即的 让指数重新再收复季线 收复时据再上去走一波 我也不敢跟你说 现在会这样走 因为好像市场还 包含了全球股市 还没有消除这样的疑虑 所以你这个时候台北股市 独自的再创上去 再冲上去 我觉得那还蛮可怕 这是之后的修正可能会很凶 所以硬要拉上去 未来修正就比较凶 所以反而是跟着全球股会 在这边等待 是好机会 是好时机 那这既然要等待 那就没有标的可以做了 不是的 我说过了 以整个指数而言 它陷入这样的格局 所以你可能对于中大型的标的 你可能暂时先不要操作 在这种指数在徘徊的阶段 你硬要去买台积电 你硬要去买联发科 你硬要去买大中大型的法人概念股 外资概念股 那你跟自己过不去 因为现在就是不是他们动的时候 那现在怎么办 中小型股其实 有些标的真的压不住 一直在创新高 你说指数这边可能要休息整理 那你看 所以我说我们拿我们实际操作的标的 让你去验证 你去看 最近在涨什么 我说你指数在沿着季先要震荡整理 你硬要去买中大型的股票 那当然没得赚 可是问题是 你看今天又在创新高 跟顶 从我跟你讲这些我们带过 从运作区开始转折上去 有没有 这一路上去 到今天 还在创新高 那请问它跟指数走一样吗 不一样 它跟台积电一样吗 不一样 那它是什么 简单的讲中小型股 中小型的成长股 就走出趋势波段 你看从我跟你讲 买点出现20块上下 到今天看到30.4 这样涨幅多少 52% 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一档股票给你赚50% 你不满意吗 100万赚50万 200万赚100万 一个月 那过程中或许有扭扭捏捏 整理一下 可是它又再创上来了 因为这只走趋势成长股 基本面 基本面在主导中小型股 好公司还是会继续涨 所以现在的盘面结果 它就是告诉你一个概念 只要你是业绩成长股 只要你具备了成长条件 那中小型股 现阶段一样持续反映上去 现在走的就是这个格局 所以选股逻辑 你应该马上发现这个概念 这个逻辑 赶快去找寻适当的标的操作 买进 那如果你一直留在原地 一直要想针对台积电 连发科大型的电子股 大型的产业股 你硬要去操作它 那问题是现在不是那个时候 对不对 因为外资目前的买盘 不会积极进来 那所以呢 美元还在抢 那台币目前强不起来 那外资又不贿赂 那又不敢买大型股 因为对于未来景气的疑虑 升息压力 所以呢 中大型股要休息 要等待 所以指数就在等待休息 但问题是 很多的中小型股 而且是成长的 我没有叫你去抓 抓那个投机的 没有基本面成长的 真的具备实质成长性的 像这种梗点的这些标的 就上来了 一直创新高啊 一个月给你52% 那是不是测射底底 击败大盘 好 所以 可是问题这些都上来了 我们不要去追 好 我现在跟你讲解的是 我们当初会买这些标的 你看现在得到这些成功 这些标的还会陆陆续 还有机会再创新高 可是不用去追 就像昨天我讲的 昨天指数大跌两三百点 我说你在做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你 我不知道你做什么 但是我们又去低接 低接什么 低接在运作区 准备上来的 而且是成长股 对不对 那今天呢 就上去了 所以 机会来的时候 一般人是不会把握的 那今天很多人就开始想说 那我是不是想要买股票 可以买股票 好像又涨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看的 那我今天我会从一档股票地 我来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 让你去了解股市的一个道理 那从这件事情里面呢 就延伸出了一档股票 很重要 就是说我先讲华星光 我先问各位 华星光从我六月底七月初跟你报告的时候 在这种位置 那当时如果你有来买的话 我当时讲过了毛利率增加了27% 出现多年来的大转机 所以一般人会认为说他上去就是转机股 对不对 我说你讲的没错 当时我告诉你 他出现大转机嘛 对你讲的没有错 涨了一倍多 一个月的时间哦 涨了一倍多 一个半月涨了一倍多 那为什么我今天讲华星光 因为有一档标的啊 我们其实一直在追踪 一直在等 一直在追踪在等 因为跟财报有关系啦 那跟财报有关系 所以呢他会跟他的财报数字 很多关键数字有关系 那有时候我们还在等的是 我们认为从财报数字来看 从财报面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标的已经具备了 雷同当初的华星光一样 转机 好 那问题是财报这种东西 它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之后 慢慢慢慢我们可以去确认 这个季度或这个月份 或这个尤其是这个季度 这个季度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每一个季度的财报数字变化 那然后呢又看到了某些的大户的资金呢 不断有在偷偷的吃 吸纳筹码 哪一档标的 等一下我跟你报告 我们先从华星光来讲 从华星光你就知道 为什么现在我们在等一档标的 而且我们已经 我们确实已经在布局的 而且我们非常非常看好 为什么 而且我今天会开放给观众朋友 一起来参与 那所以今天要顺顺顺听 听完之后你听懂之后 想买的电话拨通 来 错过华星光没有关系 因为你要先了解 华星光为什么 凭什么涨一倍多 它为什么涨一倍多 一开始我说它转机嘛 对不对 那一定呢 你连续亏损嘛 它是亏损的公司嘛 亏损之后 多年来大转机出现了 毛利率增加27%之后 转机就成型了 开始获利了 所以就上去了嘛 对不对 涨了一倍多 那目前来看 涨了1.143% 一个半月涨了 将近两个月涨了1.4倍 那你100万投入下去的话 赚多少 200万投入下去赚多少 你资金大的投入下去可以赚多少 两个月的时间快1.5倍 但问题是它已经变成什么 其实华星光已经从转机 转机变成成长股 一档股票从转机变成成长股 那满足的条件绝对超过一倍以上 你如果只是单纯的转机 可是转机 转机出奇是不稳定的 可是如果你的业绩成长已经变稳定了 从转机 我之前亏损嘛 我之前向下走亏损 可是后来突然转变了 我看着赚钱了 那初期叫转机 可是后来我每个月 每一个月的一个财报进来 每一个进入财报进来 发现 其实很稳定上去了 就变成长了 稳定成长股 那市场会不断调整 它应有的股价价值 所以呢 那个波幅绝对不是三成五成解决 绝对是挑战一倍以上 所以我要跟各位一个观念 你先有这个观念之后 你先去看 你应该从哪个逻辑去找股票 现今年的市况 市况啊 你要把这种标题找出来 其实不难 财报研究要很仔细 它是从转机出奇上来之后 慢慢变成长 那轻轻松松就1.4倍了 而且我跟你讲 我认为它没有结束了 完全没有结束的迹象 但是我不要你去追它 因为你现在买就是追 因为涨1.4倍了 你说这个不叫追 叫做什么 对不对 既然是成长了 那我们就一样嘛 那我可不可以找一个 也是从转机要准备 有机会变成长的嘛 OK 那我要在转机的初期 这个转机的阶段呢 我先找到它嘛 那什么叫转机呢 华新冠 我们看几个 三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财报的一个数字 华新冠的第一季 我们带进这边 它的第一季的时候呢 第一季是什么 第一季就是1月 2月 3月 叫第一季嘛 当时第一季总结之后 我们发现第一季的毛利率是 毛利率是14.39 营业利益率是负的2.26 最后净利率是负的0.88 都是负的 只有毛利率是正的14.39 但是呢 你营业利益是负的2.26 最后净利率是负的0.88 你就是亏钱嘛 这是第一季哦 所以股价有没有动 股价没有动 然后到第二季了 第二季是什么 是4月5月6月 要叫第二季嘛 4563个月叫第二季 你到第二季的时候 你发现它的毛利率呢 从第一季的14.39 跳到37.61 有没有 所以我当初跟你讲什么 我当初跟你讲 它的毛利率增加27% 有没有 我只拿一个数字给你讲 因为我不能讲太清楚 我只能透露 让你知道这个现事情 你懂的就知道 懂不懂的 那我真的没办法 但是我告诉你 还是多点大转机出现 确认了嘛 就是这样来的27% 所以你看哦 它到4562第二季的毛利率 来到37.61 那营业利益呢 营业利益率来到27.01 你看它第一季的营业利益多少 第一季的营业利益率 只有负的2.26 然后到第二季的 税后净利率呢 是28.15 那税后净利率的第一季呢 是负的0.88 那是不是告诉你赚钱了嘛 转机确认了嘛 对不对 好 是这样叫转机的 可是问题来了哦 你会发现 可是我也是第二季啊 可是第二季的季报 它不是六月底跟你讲啊 对不对 它不是第二 它不是六月底跟你讲 季报不会说 我今天到第二季六月 六月三十号 结束了 马上跟你公布 没这回事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既然季报 既然都六月底了 第二季结束了 我就先问你 有没有人会先知道 一定有 对不对 一定有人先知道说 哇 华欣光不得了 第二季比第一季差好多啊 成长很幅度多大多大 对不对 毛利率上来了 一定有人先知道 未来公布的第二季的季报 会有多漂亮 一定有人先知道 那通常是什么 你说那公司内部人嘛 或者是大股东之类 这一类人 人可能第一手资料嘛 或许你没有讲错 但是我不管谁知道 那就是 他就是真的了解这家企业 对不对 他能够拿 他能够比你先看到财报嘛 那种人会做动作 对不对 那他一做动作的时候 会在什么时候做动作 当然不是季报出来嘛 是什么时候 六月底要结束的时候 第二季要结束的时候 就做动作了 所以你看哦 我这里画一条线 这条线过去是进入七月份 这条线过来是进入六月底 六月底就已经有人先知道了 你懂了吗 季报到这六月底之后 进入七月以后 你才看到季报 可是问题是我六月底 就已经有人先 已经出量了 已经有人先进来了 了解我意思 既然转机又确认 那请问你 你到进场时机在哪里 不是等季报出来 不是等第二季季报出来 是你已经先掌握了第二季的成长转机了 所以呢 你要在季底前买进 就从头开始赚上去了 我们是这样赚钱的 所以哦 你看现在是八月底 准备进入九月 那九月是什么日子 九月是第三季的季底 最后一个月 所以第三季漂亮的公司会怎么样 在九月的这一个月 月K线会拉出一根长红 因为有人先知道 第三季很漂亮 所以有人先知道第三季很漂亮的公司 那么他会在九月这个季底 就我买盘进去先拉了 到十月以后 季报出来了 你回头一看 啊股价怎么已经先拉了 这个就是这个市场 就是这样 证券市场就是这样子 永远有人比你先知道了 而且这些人绝对是掌握的 第一手最正确的资讯 那我怎么知道 对所以你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了 所以我说的嘛 现在你看一档股票 有一档股票 这是我们的持股 我说今天 我今天就是要给十位投资朋友 来买这档标的 我限名额了 所以我说 我不是给所有人 你待会看完之后 看完再拨电话 你现在拨的都不算 看完之后再拨 十个名额 我让你来布局跟单 你也来买 你也来重压 绝对要赚波段的 好不好 从转机能够变成长 就是绝对一倍起跳了 那这档标的呢 我们待见了 这家公司 我们先 我们没办法先公开 目前观察 这个族群 已经进入成长 甚至是进入了快速成长期 那这是我们的持股 重点在这边 第二季每股盈余年增来到153% 毛利年增来到17% 营业利益来到年增来到117% 税后净利年增148% 然后再来 你的这些每股盈余 毛利 营业利益 然后呢 营业利益跟税后净利的年增 都来到这么高强度的数字的时候呢 重点来咯 那你到底 你实际的三率到底好不好 哪三率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毛利率嘛 税前税后净利率嘛 对不对 全部都翻正走升 那代表什么 代表我要开始 稳稳的赚钱了 这是什么 这叫转机 那你从第三季好吗 六月到八月 我们目前观察 从六月开始到目前八月 持续有大户持续在卡位的迹象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什么 代表第三季的财报 可能 我只能讲可能 我们做节目 公开媒体 或我们对客户 我们不能讲说 一定的 因为你还没公布 我们讲一定嘛 对不对 可能很亮眼 否则为什么大户持续卡位 代表什么 代表第二季公布很漂亮 可是呢 第三季一样很漂亮 甚至比第二季还要更漂亮 所以他持续在买嘛 代表什么 转机 然后再成长了 确认了嘛 那这种标的会怎么样 所以呢 九月怎么样 九月渴望在月K线拉出长红啦 九月月K线拉长红 那请问现在八月底 你还不赶快买吗 那代表什么 代表从现在开始到九月之后 十月陆续 就是你现在就是波段起长点了啦 现在就是什么 现在就是当初华星光 我们讲的月线的起长点 因为月线准备拉长红了嘛 九月月K要拉长红 那就现在就买点了嘛 所以当时我告诉各位要买了嘛 当初的时候 你看是不是上来了 你要在这个里头赶快先买 因为他们准备要进产拉台了 所以我才告诉各位 很多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子 你要给人家先知道 所以你看第二季的财报这么漂亮 那七八九月呢 第三季很赞 九月底前会先拉一波 所以呢 要买的现在就开始布局了 八月底现在到九月初 八月底现在到九月初 就是先买 先锁定这一档 十个名额 转机变成长的股票 十个名额 这个百分之百复制华星光的走法 因为绝对是转机变成长嘛 OK 因为第二季财报数据已经出来了嘛 可是问题是第三季比它还更漂亮 那不得了了嘛 就准备启动了啦 所以十个名额 要买的 要布局 要跟单的 你现在立刻拨电话 我们进广告 我们待会就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所以股票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证券市场永远是如此 你一定要从财报里面去 你先去提前去看到一些蛛丝马跡 然后在筹码上面看到 有特定的一些实户或大户 特定的账户在吸纳筹码 你就可以掌握到 启动前的那个先机 对不对 所以华星光当时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提供给你的进场时机 非常非常漂亮 一个多月 接近两个月就1.4倍 接近1.5倍了 对不对 这叫华星光 好啦 那从华星光的案例 再复制出来 再告诉你的 还有没有像他这种 转机要变成成长的 那就会变成说 他不是只有三成五成 因为你如果只是转机的话 如果是转机 而且很短暂的转机 那很抱歉 可能就是 顶多走三个月就结束了啦 可是这三个月的幅度 也不会多大 可是如果说我转机上来之后 是持续 那就变成长 那我就是成长股了 从转机升格变成成长股 那绝对是一倍以上跑不掉 而且股价的位阶相当低 今天我没有给你看K线 位阶相当低 所以我告诉各位像这种标的 它的你看第二季 我们看数字 第二季的财报重要数据 已经给你看到了 成长幅度153% 17% 117% 148% 代表说这家公司的 今年的第二季 相对去年同期是大幅成长了嘛 可是大幅成长代表说 我一定获利了吗 我一定从亏转赢了吗 不见得 还要搭配什么 市场在等什么 就等这三个 三个重要的一个数字啊 毛利率 营益率 税后净利率 我们叫三率了 这三率已经翻证 翻证 向上持续走升 那代表什么 我就是赚钱了嘛 我确定了嘛 然后又看到 从六月开始到七月 到现在八月 就是有特定的买盘 一直在里面嘛 一直在慢慢的吃慢慢的吃 股价没有上去 可是他就一直在增加筹码嘛 那代表什么 代表九月底 要确定第三季季报嘛 那代表什么 已经有人几乎给你答案了啦 已经有人给你答案了啦 七八九三个月 一样很棒啦 而且是确定的啦 代表说代表订单啊 等等的 他们都知道状况 那怎么办 就先买了嘛 所以我说了 七八九三个月 已经有人知道很棒了 所以一直在 一直在持续的增加筹码 那代表什么 代表第三季季报会很漂亮 那第三季季报会很漂亮 现在到现在九月底以前 他们先拉了啦 九月底以前会先拉 那九月底以前要先拉 我现在已经进入八月底 准备进去跨九月了哦 已经准备到九月了 你还不赶快先买吗 所以现在我们在买什么 就是买这个 所以现在这种 现在这种市况会涨什么 是涨这一种 可能中小型 但是呢 我成交量也够 不是那个只有几百张 不是够量 几千张上万张的股票 你来买 转机要变 会变成长的股票 绝对要翻倍的 目标就是这样子 十个名额哦 十个名额 明天开始赶快 会有人带你布局 你要买多一点 重压的欢迎你来跟单 十个名额 现在立刻拨电话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